第三节 第三共和国受到质疑 尽管1918年后经济有所复苏 并且持续了将近十年 但是战后的法国仍然是一系列的抱怨不满之乡 鉴于战后社会经济和人口面临的压力 这种情况丝毫不足为奇 第三共和国玩弄部长席位的成就游戏仍在继续着 事实上到1940年 这20年间共有40届政府 最短的只持续了三天 最主要的政党依然是激进党 但是现在它已经非常臃肿 衰弱 这种描写同样适用于它的许多成员 在1917年布尔斯维克党革命的影响下 它站前的激进状态已经灰飞烟灭 现在打算在传统的反教会立场中 参入对小气的中产阶级 手工艺人和店主的支持 1919年伴随着红色恐怖 这种红色恐怖是任何激进党的左翼分子都被描绘成牙缝里都藏着刀子的人 伴随着红色恐怖完成选举后 他们和右翼组建成了政府 选民对右翼分子越来越失望 1924年大选左翼成功 支持建立了所谓的左翼卡特 然而这个政府命运不济 很难完成结构改革 1924年到1926年 任总理的爱德华赫里欧 发现自己陷入了逐渐滑坡的经济金融危机之中 资本流失 带来法郎无力自卫 整个政府失去根基 1926年的中右联盟从政商业信心 但左派坚信钞票墙始终是左翼政府的障碍 200家庭遭到了敌视 就是法兰西银行200家最大的股东 据说他们在货币市场和政治体系中的影响巨大无边 政治家被视为商家的囊中之物 虽然普通民众对战争之外干得好的铁腕人物有很大的偏见 但是企业雇主士气高昂雄心勃勃 李昂的一位化学药品的制造商在战争中满意的说 人们都在为企业家战斗 企业家将来要获得经济的胜利 1918年以后可以觉察到这种思想 与以往相比 企业雇主的组织性逐渐加强 1919年全国性的企业家联盟成立 企业家协会很常见 这种团体在政治领域扮演着强有力的压力集团和遂客角色 法国社会在社会压力下分化 任何激进的变革都困难重重 王牌依然操置于社会精英和商人阶级之首 在这种情况下 政治体系日益遭到攻击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个政权体系能在一片批评身中继续有效的运作 的确了不起 挥之不去的绝望感 部分来源于大规模战争的影响 亨利·巴尔赛的反战作品《火》 是1916年出版的 成为畅销书 尤其是通过1918年后成立的老兵协会的 和平主义深深地扎下了根 在知识分子中间也盛行政治冒犯 和彻底抛弃资本主义 资产积极价值观的运动 战争期间开始的达达运动 以及20世纪20年代 从中发展出的超现实主义运动 是艺术界的典范 让保罗·沙特的小说 1938年出版的《恶心》 是同样的反资产阶级口味的后开之花 对一种新型社会的向往 使许多参与这些运动的人 转向左翼政治 其他一些人转入极端右翼行列 莫拉斯的影响 流传至今的法兰西运动 给许多头脑清醒的右翼年轻作家 提供了思想库 其他人中的小说家 德里欧、拉、罗希尔和狂热的反犹分子 赛利娜 则从极右的观点批评现代社会 不介入左派或右派运动的叛逆和抵抗运动 通常将参与者引向了个人享乐主义 1922年 维克多·玛格丽特的《备受谴责》的小说 也是得到普遍阅读的 就是假小子 描绘了一位波西米亚时 玩世不公女郎的自由恋爱和女童性恋生活 这本书在严守礼教的人当中 引起了道德恐慌 人们无休止的通常是淫秽不堪的 讨论着短发、短裙和平胸与性的关系 虽然还有很多这样的作品 都以资产阶级的方式震惊了资产阶级 它们还是反映了社会上意识形态的变化和冲突 暂时男性死亡率造成独立女性人数增加 而且现在大量资产阶级的未婚女性和寡妇 都参加工作 在后三年间 42%的成年妇女仍然在一些有报酬的岗位上工作 她们占总劳动力的五分之二 模糊的性别界限 在回到和平时期正常状态时并没有消除 就是在关于谈症症 看来与讨论男性歇斯底里症相矛盾 辩论时的重点就是这种模糊的性别界限 显然口袋里有了钱的妇女 极力抵抗这些把她们赶回到锅台和床边的运动 这些变化都是大众文化中出现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组成部分 天主教的教士们面对宗教热情的滑坡 扼腕叹息 工人中的天主教徒不到十分之一 据说工人阶级喜欢到电影院而不是去教堂 一战之前是法国电影院的黄金时期 在二战前的岁月中她活力依旧 1933年一年的票房售票就达到了2.5亿张 电影和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收音机 以及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留声机唱片 广泛地传播着巴黎名人的文化时尚 爵士乐不再仅仅是巴黎夜总会的狂热 而成为一种全国流行的现象 像若菲斯娜巴克尔一样的舞蹈演员和歌手 能够成为全国的明星 在两次战争之间的岁月里 传统媒介做得也很好 法国是报纸指销售大国之一 新闻界能敏锐地捕捉到大众需求的变化 这个时期出现了图片新闻和连环绘画 连环漫画体育报繁荣一时 反映出大众越来越喜欢观看体育运动 时尚杂志也开始发展 1937年出现的玛丽·克莱尔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他帮助柯克·夏内尔等女装设计师 把自然积极沙龙里的女性时尚 推广到了街头巷尾 当个人咨询专栏突然出现于报章杂志上 宗教护卫者担心 在这个信誉泛滥和疯狂购物的年代里 天主教的忏悔 会被排忧解难的阿姨大妈所取代 这是那些盲目的政治精英们 几乎毫不触及的发展变化 主要的政治家们年龄越来越大 他们生活在美好时期的年代 而非爵士院时代 缺乏洞察力的象征是1924年 左翼·卡特将反教权主义当作现实政治问题 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判断 他们试图通过攻击教会获得支持的做法 简直就是放了一个尸炮藏 越来越多的人对战前激进分子 非常震恨的宗教所持的态度 是冷淡而非敌视 而且天主教精英慢慢地也做出了 要支持共和的姿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天主教牧师同样投身战好 1921年与梵蒂冈恢复了外交关系 而1905年因政教分离产生的问题 于1924年得到了友好解决 共和派对避孕和堕胎的问题 得到了教会的认可 虽然一些红衣主教和大主教 依然坚持对共和国的强烈敌对情绪 但他们的信徒越来越带着红色的色彩 天主教联合工会成立 到20世纪30年代末时有30万会员 而且从20世纪20年代就试图建立一个 基督教民族政党 教会以不再是激进党喜欢求助的 适宜怪物 极端主义的发展散发出了 传统政治所带来的不良气味 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影响不容忽视 但是议会外右翼势力的出现 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 莫拉斯的法兰西运动 这在1934年已发展壮大到了6万人 他是早在1898年就已经成立的 他对教会和国王日裔唐吉歌德式的支持 导致天主教皇和合法的王位继承人 都反对这一运动 与此同时出现了被称作法兰西同盟的组织 往往与准军事行动小组 一起站在法兰西行动的国王的蹩脚祸一边 他们强烈抨击第三共和国的失败 日益被传统的右翼激怒 最具有威胁性的 还是前退役老兵 于1927年成立的燃烧的十字架运动 1931年 陆军上校德·拉洛克成为领导 在他的领导下 这个组织的成员在12年内就达到了15万人 这个运动发展成为一种成年人的政治童子均运动 这丝毫没有减弱它的危险性 类似的组织都得到独立的企业家的资金支持 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就是香水制造商 勒内·科迪 议会外 右翼势力发展的一个重大原因 就是同样敌视资产阶级民族的强大革命左翼势力的发展 在1920年的党员大会上 社会党分裂了 这个大会就是所谓的土耳大会 大部分党员分裂出来 在布尔什维克的鼓舞下 申请加入莫斯科发动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申请一斤批准 法国共产党就诞生了 犹太知识分子 莱昂·伯卢姆领导的工人 国际法国分部 仍保留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观点 但却是一只致力于民族改革的独立力量 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 社会党和共产党在议会中都有代表 然而社会党忠实于1905年的革命 不参加资产积极内阁 而共产党以苏联波尔什维克为榜样 把争取议会的席位 只当作他们活动的一小部分 在工业前线 共产党工会 法国总工会成立 以便与社会党相抗衡 这也反映了左翼力量的分裂 特别的是共产党人反对山社旗和马赛曲 支持国际劳工的红旗和国际歌 共产党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 将第三共和国的自然阶级民主 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区别 类比作祸烂 祸乱与 福谷沟淋巴结盐瘟疫的区别 两者最终都有致命的危险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议会外组织分裂为左派和右派 这给中间派相当大的活动余地 然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三个新发展 进一步推动了极端主义的发展 即日益明显的政治腐败 经济萧条和国际局势紧张 这些天选举代表 一位法兰西的报纸 严余地说 只不过是把议会豁免权发给骗子 收藏者或危险的傻瓜 1934年的所谓 斯达维斯基事件 使得企业金融的说客 与政治家之间的紧密联系 更为明显的显现出来 加入法国籍的乌克兰犹太人 亚历三大斯达维斯基 陷入市政府腐败的事件中 害怕暴露 令他在可疑的情况下死去 又以媒体的本能反射式的反友主义 进一步扩大 因为他们怀疑 激进派议会代表深深地卷入了腐败交易 现在却想掩盖 1934年2月2日 右翼党派和法西斯党在巴黎游行示威 走向国民议会大厦 在那里遇到警察的暴力行动 混战中约17人死亡 1000多人受伤 政府倒台了 共产党的反右翼示威游行 进一步导致了流血事件 经济困难加速了极端主义政治的抬头 1929年10月24日 华尔街的崩溃 给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带来了长期的衰落 虽然这一冲击对法国的打击来得比较慢 事实上在随后的两年中 政治家和企业家都认为 法国是危机四伏的经济体系中的一片绿洲 然而从1931年开始 法国自1905年左右开始的繁荣期 明显地走向了结束 出口额迅速下降 工业活动减慢 失业率上升 经济暴跌在法国来得慢 去得也慢 1938年才开始出现一些经济复苏的迹象 这一年的生产水平要比10年前低20个百分点 食品价格的跌落 对农业造成了格外严重的打击 自相矛盾的是 这有利于那些工人 他们的购买力相应的有所提高 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复苏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育率的提高 但是这种新情况也导致了更为灰暗的长期效益 死亡率自1935年开始超过了出生率 1939年的法国人口有4130万 仅比1918年后增长了200万 在同一时期 德国人口增加了1000万 德国的威胁并没有消失 即使马其诺房线也没能带给法国 自1918年就追求的那种安全感 他并没有像最初计划的那样 把比利时通过海峡的边际线 包括在内 第三共和国在1932年做出这个决定 部分原因是财政方面的 部分原因是因为盟国比利时本身 这个同盟关系在1936年就停止了 1933年 希特勒靠反对凡尔赛合约的竞选口号上台 给法国出了一个难题 尤其是他们与英国政府正式结盟 赞成绥靖政策 1933年 德国退出了国联 1935年 开始大举举实行义务兵议制 1936年 希特勒谴责 1925年签订的 洛加诺公约 并占领了莱茵区 使之再度军事化 法国人烦恼的 却懒散的袖手旁观 父仇女神看来正在发出召唤 第四节 从人民阵线到法国的陷落 1936年至1940年 紧张的国际局势 加上国内法西斯主义威胁 把左派推到了舞台中央 斯达维斯基事件 所引起的动乱 虚假的 但却富有成果的被认为 是法西斯的一个阴谋 鼓励共产党重新考虑其立场 法共转向斯大林国际政策 确认了核心的变化 从1934年末开始 共产党号召同社会党 组建联合平台 人民阵线来反抗法西斯主义 从事社会和政治的改造 在随后的几年中 许多激进政党也加入了这一运动 新联合的左派 在施政选举中收获颇丰 同年 共产党工会返回了法国总工会 实际上 它成功的接管了这个组织 到1937年 重新恢复活力的总工会 拥有了400万名成员 手法巧妙的共产党人 过去正是反对祖国的观点 现在自己穿上了三摄衣 而不是红旗 并像唱国际歌一样 唱起了马赛曲 甚至贞德 人民的女儿被国王出卖 被教室烧死 也享受了一段左派支持的好时光 我们党 共产党日报的人道报宣称 我们党是永恒的法兰西历史中的动力 人民阵线运动在法国激起的回升 以两种方式显示出来 在1936年的选举中 打着面包和平自由口号的联合运动 拿到了摆在面前的一切 获得了358个席位 而第一大党 波罗姆领导的社会党 获得了222个席位 然而不幸的是 共产党的进步遇到支持度不断增长的 极右派的挑战 第二个方面 当自发的工人阶级运动 掌握了国家时 左派仍然没有掌权 当时的情况就像200万工人 占领了他们的工厂和车间一样 他们要求立即进行人民阵线的改革 左派被这场运动扯了回去 法国总工会的第一书记 通过电话才知道了这件事情 波罗姆已经组成了一个 由社会党和激进党组成的政府 共产党在议会里支持政府 但没有进入内阁 他把工人领导和老板带到了议会 并在他们的帮助下 抛出了一个社会政策 1936年6月7日 所谓的马提尼翁协议 同意工资平均提高10% 实行每周40小时工作制 建立仲裁和调解机构 所有雇员享受两周的带薪休假 其他重要改革随之而来 采取措施稳定粮食价格 作为对农民的支持与补助 采取措施增加银行的信用度 减少200家族的巨大影响 把离孝年龄从13岁提高到了14岁 开始重新整顿军备 法西斯政党也被解散 值得转入地下 人民阵线在改革上表现的熟练灵活 假期条款在渴望休假的工人阶级中 产生了回应 伯鲁姆宣称 他已经在艰苦的活动中 注入了一些鲜花和阳光 然而他的政府很快地发现 在这种非常艰苦的岁月里 要保持议会成员和群众的联合支持 是不可能的 1936年9月爆发的西班牙内战 使政府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 西班牙内战是1936年到1939年 如果像他希望的那样去支持共和政府 他就会失去他的激进党盟友 最后他选择了一个谨慎的中立政策 然而这种政策使共产党人和许多社会党人不满 糟糕的经济形势更是否定了他的社会改革成果 限制工作时间以减少失业率的方法 尤其是明显的失败 失业率并没有降下来 增加的工资也被物价的上升抵消了 工业也没有得到发展 当1937年波鲁姆离开政府的时候 工业产量比他1936年当选的时候还要低 资本的流失给货币施加压力 然而推迟货币贬值 这样波鲁姆使他的政府错过让出口 从法郎贬值中受益的机会 由于来自各方面的困难 1937年6月波鲁姆离开了总理的职位 有几任以人民阵线为基础的政府 包括1938年波鲁姆再一次阻隔的政府 试图保持政治战略不变 但是社会改革陷于停顿 庆祝1936年大选时的热情已经消失了 要让共产党留在阵营中 已经被证明十分困难 1938年他们号召的总罢工完全失败 失去了左派信誉 法兰斯法西斯政党则改头换面后 进入右派的阵营 德拉罗克的伙食自驾 现在成为法国社会党 拥有近100万成员 而前共产党雅克多里奥 却组成了一个危险的 带煽动性的法国人民党 国际形势也十分沉闷 1938年3月 希特勒占领了奥地利 并公开拒绝了国际社会 反对这种合并的要求 后人民阵线的达拉第政府的屈服是不可避免的 在1938年的莫尼黑协定中 法国和英国承认了德国对奥地利的合并 并且同意希特勒对捷克斯勒法克北部的苏台德区的占领 达拉第试图在人民阵线时代后 重新整治法国的经济 1939年 每周40小时的工作制 被延长至每周48小时 以激励雇主 随之而来的是紧缩财政政策 重新整动军备 推动经济从衰退中复苏 并使军事力量 做好与德国施打的准备 看来冲突已不可避免 只有共产党对1938年的莫尼黑协定 投了反对票 但是他们就像斯大林一样 抱怨西方民主制度 无力与希特勒相比拼 1939年8月 纳粹苏维埃协定的消息 像投向法国政坛的炸弹 当希特勒9月入侵波兰时 前景变得更加令人沮丧 1939年9月 英国和法国与德国的交战 不带有多少1914年战争中的狂热军国主义 却带着审慎的迟疑 而且政治分歧十分明显 共产党人的忠诚度受到质疑 共产党立刻被剥夺了合法地位 右派对共产党人破坏性的担心 伤害了战争中的信任感 你要希特勒不要布罗姆的说法 在反犹太人势力中流行 1946年初 丘吉尔的外交特使 英国外交大臣向伦敦报告说 法国的资产积极害怕得胡言乱语 当双方都在进入军事准备的漫长等待时期时 悬念之风不复存在 一个在马其诺访线上的年轻军卫 在1940年2月给父母的信中写道 这儿什么都没有 绝对什么都没有 仅有的消遣是吃饭和睡觉 情况令人失望的放心 1940年5月 令人失望的放心的局面 让位于最黑暗的绝望 经过8个月的欺骗战争后 德国人发动了袭击 从1918年以来 法国的将军们就计划作战 以他们最了解的形式作战 也就是战壕战 马其诺访线线就是按照这种设想建的 他们跟不上战略作战思想 而且是带领移动部队 从后方到战场打击 一些战略家 如英国的利德尔哈特和JFC富勒 德国的古德里安 以及法国资深 资历并不深的年轻的骑兵军士戴高乐 都认为坦克应在战争中发挥主要的作用 同时应当进行空中袭击 闪电般炸毁敌人防御阵地 造成恐怖气氛 的确1940年的战事 即将证明闪电战的新战略课题目标 闪电齐西战 5月10日 德国军队出其不意地通过了阿登山区 这里是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法国最高军事指挥部认为 现代军队不可能通过的地区 因此 这个地区既没有在马其诺防线的防御范围之内 也没有重兵防守 大约1500辆装甲车 在古德里安的指挥下向海岸急速的进攻 5月20日 他们到达海边并完全包围了盟军部队 盟军部队在敦克尔克陷入了一片混乱 老人占大多数的法国最高军事指挥部发现 要想对战事的发展做出及时准确的反应是不可能的 他们仅从战线获得情报 就要用48个小时的时间 20万名英国远征军 加上14万法国部队 靠一个包括许多从英国派来的小木船 在内的小型船队 撤出了敦克尔克 具有粉刺意味的事 意大利的领导人 我说李尼在这个时候向法国宣战 以便从即将沦亡的法国获得好处 德国的突破给整个法国的北部带来了极大的恐慌 仅1000万的法国人 其中200万来自巴黎 开始沿着公路逃命 政府也加入了所谓的大规模逃亡 总理雷诺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代表 84岁高龄的贝当将军 引进政府做副总理 试图以此来支撑自己的权威 他还引进49岁的戴高乐 做年轻的战争部长 一位年迈的总部官员评论说 他还是个孩子 然而6月初 政府踏进了逃离路 第一站停在了土耳 然后是布尔多 最后留在了维西这个温泉镇 失败就在眼前 雷诺建议将政府转移到殖民地 以继续战斗 而戴高乐梦想着撤退到 布列塔尼半岛的最远端 然而贝当对此毫无想法 他站出来组织了一个停火协议 该协议于6月25日生效 结果德国军队成为 这一届政府的送葬人 德国军队1871年 他们的祖父曾是第三共和国诞生时的祝产婆 1940年7月10日 议会代表们在维西的卡西诺赌场的 奇异环境中 已压倒多数的选票 568票比80票 将创建新政府的权力交给了贝当 彻底失败的打击 让人们忘却了第三共和国的优点 他在民主共和框架中 化解吸收社会和政治纷争的能力 救政权的支持者根本不允许申辩 激进党代表 凡上巴迪 只能在议会解散的时候高声呼喊 共和国万岁依然万岁 可能还有更糟糕的木志民